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新北市政府三环三线就淡海轻轨绿三段的部分 即将在今年12月底通车了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今天特地邀请了地方 民警人士进行试程 朱立伦也表示沿途可以看到美丽的观山 还有淡水河的风景 视野景观真的是尽收眼底 尤其是轻轨本身的稳定度非常高 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车 新北市政府三环三线淡海轻轨绿三线 已经于今年11月11号完成初刊 预计在12月即将完工通车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特别邀请 新北市议员与淡水区的里长们 试程淡海轻轨列车 市长朱立伦表示 他发现周围的环境非常的漂亮 沿途都有美丽的淡水河 还有观音山的风景 而轻轨本身设备也相当完善 装置艺术都做得非常美丽 舒适度以及稳定度都非常高 希望能够尽快试营运通车 目前我们经过初刊旅刊 然后交通部只要再能够隔定的话 我们在12月就能够来试营运 那我相信今天经过我们大家试程之后 觉得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漂亮 那轻轨本身的设备也好 或者是整个的装置艺术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舒适度以及稳定度都非常的高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满意 那对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都很期待 我们也希望尽快的能够来试营运来通车 淡海轻轨是北台湾第一条轻轨路线 初期营运里程为七点三公里 全线十一座的车站都有设置台湾艺术家 吉米为轻轨量身定做的公共艺术作品 而车站的指示牌面刷卡机 也都放上了吉米公共艺术非常特别 而淡海轻轨高架段的新视野 能够让乘客在等车的时候 还有乘车时将淡水和宇冠英山的优美景致 禁收盐底 我们的催要来趕快 21天来通车 让大家来设置 不免费 这个地方坐起来很舒服 还有时间也准备 不过去担保我们上下班的团队时间 我想居民都非常期待轻轨的开通 那今天在这样子做事成 可以看到我们淡水真的是非常多的自然支援 包括我们红树林整个海景河景 都让这一条轻轨有它最独特的地方 整个感觉上相当的好 非常的平稳 然后沿路的风光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我相信将来搭乘这条线 我相信除了提供大家便捷的快速的交通以外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的路线 但还轻轨列车设计 从制造测序全车在台湾完成 而车厢内大型的景观车窗设计 让每一位乘客可以将淡水的美景一览无遗 而乘客上下车时需要自行按钮 开门上下车打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无闸门的收费方式 开放式的简易后车站 对于民众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而另外整条绿三线就是吉米的作品 这也是吉米创作生涯中 第一次亲自创作大型同雕作品 也期盼下个月民众就能够搭到淡海轻轨 记者许多艺 戴水三方报道